你好 欢迎收看1月2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吕慧 年节前夕 现场徐政卫协同立委傅昆奇 特别前往视察花莲市果菜市场 关心农历春节期间蔬果供应情形 也请花莲县蔬菜运销合作社要确实掌握果菜批发市场供销 以确保充分供应民众的连结需求 现场徐政卫以及立委傅昆奇一席在蔬果运销合作社理事主席李顺德的因例之下 了解蔬果供应量以及市场行情 并且向采美乡亲汤山拜早年 市场一早人生鼎沸 将为生不绝于而 现场徐政卫亲自选购干货 新鲜蔬果以及素食火锅吃鸡买气 并且祝福汤山们在景气低迷的环境当中 业绩残红 今天是这个新春廉价的第一天 那在今天的我们很多的乡亲也都出来采买年货 那相信明天会人数会更多 因为今天今天二九三十三一还有三天才到我们的厨系 所以相信明天人潮会更拥挤 那到目前我们新春期间的蔬菜的销货量大概是一百八十公顿左右 那整个无论是水果还有我们整个高丽菜各项的这个蔬菜 其实备货量都非常非常的足够 那相信这次的这个物价也非常的平稳 那在明天会再创下高峰 那欢迎大家早上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的蔬菜市场来 那下午的时候也可以到这个我们年货大街 来这个采买年货 那在其他的这个中小市场 人潮也非常非常的这个 大家对于过年的年节的气氛 都不断的因为这个放假 然后年越来越近 采买年货的人越来越多 我想这是一个大家这个传统中国年 大家迎春的这个很好很好的氛围 这个季节正好是这个人家说东吃萝卜下吃姜 所以这时候的萝卜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的甜美 那这个这跟我们梨子比起来是差不多 而且这个这个甘甜又多汁 当然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料理 那另外我们的高丽菜大白菜 还有现在的青蒜蒜和葱也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想吃当令吃当季 而且吃花莲在地 这个第一个是支持我们的在地农测产 第二个也是让我们身体更健康 花莲市果菜市场自除夕1月31号起休市 并且在初市2月4号开市 花莲县蔬菜运销合作社表示 有捐以春节蔬果需求量大增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已经加强执行农药残留的检验 并且透过生化法快塞 以及拉曼法抽烟各项产销生鲜蔬果 春节前检验进数从每个月的3000多件 预估增加到7000多件以上 严格把关以确保香腥过年期间 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记得喜欢我说了 않을 Muitoには 你应当于您常读的 还有 Wi-Fi 然后 查查看